机构进场了 各位 币圈社群我们每天最喜欢喊的 机构进场大众采用 to the moon的那一天 很可能已经不远了 因为这一次 不只是哪个币圈老师喊喊口号而已 上个月华尔街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贝莱德 BlackRock 在6月15号向美国政管会 SEC 提交了比特币现货ETF的申请 原本币圈市场 还处于SEC控告 Coinbase 跟Binance的恐慌情绪中 这个消息一出 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比特币从25000美元左右 一路上涨 冲破3万大关 涨幅超过25% 这仅仅是一间公司的一份申请书 他甚至还没有申请通过 为什么能带来这样的扭转情势 这一波上涨 究竟是市场复苏的起点 还是只是消息面的短期操作 今天的影片 就让我们来深入聊聊 为什么贝莱德的 比特币现货ETF 会对市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BlackRock 选在监管收紧的这个时间点出手 看见了什么机会 为什么市场普遍看好贝莱德这次的申请能过 以及最重要的 这档ETF过了 会有哪些实质影响 凭什么比特币会涨 我们在影片底下放了时间戳记 可以直接找到你想要看的内容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在华尔街相对低调的贝莱德 BlackRock 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在今年第一季的数据 他们旗下资产管理的规模高达9.1兆美元 9.1兆美元是什么概念 以2022年全球GDP来看 整个日本1.25亿的人口 需要整整工作两年才能赚到9.1兆美元 这里大家耳熟能强的高盛 摩根大通 摩根史坦利 三大巨头手上管的钱加总起来 都还比不上贝莱德一家 掌管庞大资金的BlackRock 投资范围遍布全球 深入各行各业 举凡大型 银行 金融 快销品 科技 石油 军火 重工业 农业等 这些行业的领头羊 几乎都能看到贝莱德在他们背后 此外 BlackRock也与多国的财政部关系密切 影响力早已深入全球政界及商界 其实贝莱德并不是第一个申请比特币现货ETF的机构 早在他之前包含富达 灰度 还有方舟投资在内 总共12间大型金融机构 都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提出过申请 但SEC态度强硬 每档都是以失败作手 SEC的防守是12勝0敗 其中灰度还因此控告SEC 从而目前正在打官司 明明有这么多失败的案例 为什么市场还是倾向看好这次贝莱德的申请呢 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大理由 第一个理由 因为贝莱德申请ETF 几乎从来不成失败 Lagrock在过去向SEC提交的576件ETF产品中 只有一件没有通过 这样的成绩端在美国可以说是前无故人 当然也是其他申请比特币现货ETF的金融机构中 没有人能比得上 第二个原因 是贝莱德优异的政界关系 这个一直以来都不是秘密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就任后 拼用了不少贝莱德出身的高层 在华府形成所谓的贝莱德邦 Erik van Nostrand Brandease Adiyomo 还有Mike Pyle 光是我们查到的 在拜登财政船队中 就有四名重要的官员 为昔日贝莱德大将 这件华尔街最大的金融公司 在美国权力中心的影响力 也不断增强 在这个美国加密监管收紧的环境下 外界认为 贝莱德或许比其他金融机构 更有筹码闯关成功 或是更有筹码被内定 将成为美国第一档现货ETF 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贝莱德似乎找到了 让SEC无法拒绝他们ETF的方法 那就是把监控共享协议 纳入本次的申请条件中 从SEC之前驳回的申请文件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不允许这些 比特币现货ETF的原因 不外乎两点 第一 你无法证明 你能够避免 欺诈与市场操纵的行为 第二 你无法证明 万一发生欺诈与市场操纵时 你能提交有效帮助抓住嫌疑人的数据 而贝莱德加入申请里面的监控共享协议 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份监控共享协议 Surveillance Sharing Agreement 简称SSA 能要求参与协议的伙伴 共享该市场交易 清算活动 以及客户身份相关资讯 借由更全面的资讯分享 来让市场操纵的行为 无所遁寻 而贝莱德这份申请 正式吸取了前人的教训 将比特币现货市场的SSA 也加了进去 而这让众多分析师认为 这将是全美历史上 第一档比特币现货ETF 看见曙光的可能 那因为影片长篷的关系 我们算了花了一整天 把贝莱德申请文件读完 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细节 却没有办法在这边展开 我发现这支影片 有幸运的朋友 可以到底下的连结找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很多的媒体报道 都讲错了 一个重点 而且贝莱德嘲讨SEC的话很有趣 那为了读完这个论文一般的申请书 真的是快要爆肝 花一个0.2秒 给这么认真的影片一个赞 这波不亏吧 其实贝莱德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看好比特币市场 2017年 贝莱德创办人兼执行长 Larry Fink 就曾称比特币市场 是个洗钱指标 表露他对比特币主要是用在洗钱的想法 2021年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再度表示贝莱德客户对加密资产的需求非常少 但已经着手研究加密资产 有没有可能是好的长期投资标的 2022年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研究已经有了成果 贝莱德对加密货币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 突然高速展开更有布局 他们首先规划其下投资平台 阿拉丁为其机构客户提供加密货币交易服务 并随后正式推出区块链科技ETF 该ETF并不直接持有加密货币 而是针对全球47间区块链与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 进行投资 其中推特装扮人 Jack Dorsey的 Block 占比最大 交易所Coinbase的股票 则位居第三 约占总额的10.45% 这间全美最合规的币圈交易所 也在去年成为贝莱德的合作伙伴 为其机构客户提供比特币的交易 与托管服务 时至今日 贝莱德将比特币现货ETF的申请书 拍在了Gary Gensler的办公桌上 被视为他们在加密货币市场的最新布局 而就像我们常在美洲的币圈周报影片说的那样 BlackRock之所以态度转变 很可能与他们VIP客户们 对于投资比特币的需求大增有关 很多人以为比特币加密货币依然是小众族群 风险偏好的散户才会玩的标的 但其实数据显示 约有20%的美国人都曾经拥有过比特币 根据CF Benchmark执行长的说法 贝莱德推出的比特币现货ETF 将为其余80%的散户投资人 提供一个更熟悉 也更容易的投资方式 根据野村证券旗下的Laser Digital的研究报告 他们针对了全球21个国家超过300名机构投资人进行调查 他们发现有82%的专业经理人 对比特币以太坊持有正面看法 高达88%的专业投资人表示 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客户正在考虑投资数位资产 这那一题 数位资产就是加密货币 而且关键来了 约有9成的机构投资人表示 在决定他们自己 或替他们客户 投资任何数位资产基金前 投资的标的是否获得大型传统金融机构的支持 非常重要 原来这才是关键 我们币圈可能常常听到机构投资人 对币圈有兴趣 有兴趣干嘛不投 原来是因为没有他们熟悉的机构 去提供相关的产品 我们大家都知道 比特币放在钱包最安全 但这些华尔街的老伯伯 还得重新学一套配置跟计算资产的方法 而最简单的方式 是找一个币圈的交易所买 但你看FTX倒了 COINBASE跟VR在诉讼当中 从这个研究报告我们可以得知 其实这些机构老伯伯之所以还没进场 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不想买 不是因为他们怕被政府抓 而是在真正的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支持之前 他们还看不到市场上 有既安全 又简单的投资方式 而这一天很有可能不远 如果贝莱德比特币的现货ETF 顺利通过 我觉得如果我是这90%的传统机构投资人 我会买 有些人可能会想 现在美国不是已经有比特币期货ETF了吗 不是有灰度的GBTC了吗 现货ETF究竟有什么不同 各位差多了 首先 比特币期货ETF 是追踪期货指数的一档商品 而现货ETF 则是贝莱德 必须真正在市场上买进比特币 才能到市场上发现的商品 这不但让现货ETF的投资报酬率 更接近真实比特币 现货ETF的绩效 也会因为不用向期货需要转仓而更好 他们必须在市场上真正买进比特币 对真实比特币的买盘也有帮助 而灰度的GBTC 则是一档不能赎回的基金 也就是一单位的GBTC 不能直接跟灰度换回一单位的BTC 这跟可赎回的比特币ETF 更是有10万8千里的差距 现在灰度GBTC 对BTC叠价这么多 说明市场其实都看得出来 因此 一旦接党美国史上第一个 比特币现货ETF上市 势必大幅度的影响批权 我们将来影响 还可以分成监管层面 跟市场层面 监管层面而言 在SEC到处起诉加密货币交易所 以及到处指控加密货币证券的状况下 加密货币在美国本土的 不合规风险 相当高 尤其对大型传统机构来说 资料配置 不能只看收益率 他们对政策风向 监管疑虑的风险 往往会比散户更加谨慎 如果比特币现货ETF通过 不但提供所有基金经理人 一个习惯且确定合规的管道 去布置比特币现货的部位 让比特币能被纳入他们的投资组合中 就像他们客户希望的那样 如果贝莱德的 比特币现货ETF通过 也会顺带着替其他 试图申请的金融机构 开启一扇大门 在BlackRock申请这档ETF的新闻公布后 先前遭到挫败的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卷土重来 在申请文件上 加上了被视为 通关密码的监控共享协议 除了贝莱德之外 至少还有这五间金融机构 包括Fidelity 富达投资在内 都已经提交了自己的 比特币现货ETF申请 一旦SEC点头了贝莱德 市场上类似的金融商品 将可能百家齐放 甚至 除了比特币现货ETF之外 其他币种的现货ETF 也可能出现 以美国的邻国加拿大为例 早在2021年2月 加拿大安大略省证券委员会就批准了世界上第一个比特币现货ETF 两个月后 以太币现货ETF 也通过批准 在加拿大证交所上市 撇除美国加密货币产业跟SEC仍在争论加密货币是否为证券 按照加拿大的剧本 如果贝莱德这档成功过关 下一个会不会就是以太币人 别忘了 最近一次SEC对币安Coinbase的控告 可是没有指控 ETH是证券的 在市场层面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本来就有80%的投资人有兴趣投资比特币 有90%的机构投资人都在等一个大型机构去背书 我们常说贝莱德旗下只要有0.5%的资金进场 就足够让比特币涨回昔日历史高点 光是使用贝莱德旗下投资平台阿拉丁的机构投资人 他们的资产管理额就超过了20兆美元 这个闸门一旦开启 传统金融流入 就会非常令人期待 另外 不是都说比特币被称为数位黄金吗 你知道在黄金推出ETF之前 投资人只能透过直接购买金条金币黄金证书 或是金矿公司股票来参与黄金的相关投资 很复杂繁琐 就跟现在的比特币一样 2004年美国第一档黄金现货ETF GLD的推出成功解决了这个投资障碍 消除了以往一般人要买黄金需要负担的运输跟仓储成本 让贵金属的投资变得简单容易 在这档黄金ETF推出前 金价每盎时是不到450美元 在推出7年后 黄金价格来到每盎时1920美元 看为现在 比特币现货ETF的出现 是不是也改变了目前传统投资人 需要自己学习一套新的系统如钱包 或是相信一个相对小的公司 Coinbase这些进入障碍 即使这不会立刻造成地价飙涨 如黄金 也不是从ETF上架的第一天就直冲历史高点 但中长期而言 从黄金现货ETF对黄金价格的历史趋势来看 比特币现货ETF对于推动比特币价格 想必也是很有机会的 不得不说 貝莱德选择一个非常令人玩味的时机 向SEC提交他们的比特币现货ETF SEC刚在月初接连起诉 币安及Coinbase两大交易所 又到处指控加密货币是证券 一连串的监管打击 让币价一度崩跌 比特币币价甚至一路下滩到24,800 资金也不断从加密货币市场流出 就在币圈一片酬云产物 贝莱德却突然宣布要申请比特币现货ETF 仿佛救世主一般 币价直接油红转绿 那选在这个时间点申请 让市场众说分圆 第一派说法是 贝莱德是为了抢救Coinbase股价的出手 贝莱德从去年推出 区块链科技ETF以来 不巧接连受到币圈爆雷的事件影响 表现惨淡 Coinbase与贝莱德的关系一向密切 除了资金托管等合作关系 贝莱德也是Coinbase最大的股东之一 Coinbase股票也占了区块链科技ETF10%的资产比例 还在Coinbase准备跟SEC打官司时 在这个时候表示 Coinbase将成为这档比特币ETF的托管人 表达出了我这个合规的金融巨头 是站在Coinbase这边 也对Coinbase股价无疑市场及时雨 第二派说法相对保守而且好懂 那就是贝莱德单纯是为了获利考量 灰度为了要把GBTC转换成比特币现货ETF 目前正在SEC对簿公堂 市场预期灰度打完官司后 时间点刚好会撞上2024年的 比特币减半行情 此时推出比特币现货ETF 将吸引大量的机构投资人入场 而贝莱德在这个时间点选择进入 很可能是看好灰度有机会打赢官司 趁势一起 成为首批推出比特币现货ETF的机构 顺带来提 通常这样的申请通常要45天到半年 才能够确定过还是不过 当然 还有一派说法就比较偏向阴谋论 有人怀疑贝莱德与SEC暗通款取 这一派说法认为一切都是拜登政府的阴谋论 拜登政府试图驱逐市面上的加密货币原生公司 先让SEC把跑道清干净 再顺势让跟美国政府有密切关联的华尔街玩家加入 并借此掌控比特币以及加密货币市场 虽然出现不少对贝莱德动机的耳语 加密货币市场仍高度期待这档ETF的出现 贝莱德素以不打没胜算的账著名 拥有575对1的澳人战机 而SEC在防守现货ETF上则是12比0 也是个可敬的对手 市场及投资人都在密切关注 究竟这次贝莱德是否能像往常一样胜券在握 又或者这次申请将成为贝莱德 唯二闯关失败记录之一呢 我们将会在8个钟看到SEC对此第一次回复 他们有可能通过 駁回 或者是 继续思考 你觉得呢 再底下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答案吧 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 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 订阅我的频道 让YouTube的生法知道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 所以比特币就会涨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问我 那这样啦 我是脑哥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就还没有账号 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 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用底下的连结 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配20%的返现 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 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 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 一样使用推荐连结 可以享有20%的手续配折扣 然后再逐趾 队长 我再逐趾 我再逐趾 我再逐趾